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要的日子 也就是在我们热力中 是很重要 总共有三个 一个就是叫做 续旋戒 就是在复活戒的四十天 我们叫做什么 Lang 英文是叫Lang 他们就是在这四十天里面 纪念 耶稣 他为我们 丁死十字架 复活 那么 教会的开始 也就是在五行戒 这就是Pentecost 所以这五行戒的这个节日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但是 这个降临戒 就是叫做Advent Advent就是 我们在这个圣诞戒 清楚的就是 新的开始 也就是新的季节 OK 这个叫做Advent 在还没有圣诞戒的几个星期前 所以他们基督 教徒呢 通常在这个期间呢 他们都有庆祝这个节日 什么是叫降临戒呢 降临戒的意思呢 就是说 一个有著名的人物 有一些事情将要来临的 将要发生的 但是我们知道了 在两千年前 主耶稣基督 他已经来临了 来到这个世界 还有呢 他要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说 我去 什么 为你预备一个地方 我还说 还要 再来 所以我们清楚这个圣诞戒呢 有两方面的 一个我们已经清楚 哦 是个新的开始 新的日子 OK 新的生命 当时我们也 也就是在等候呢 耶稣第二次的再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圣诞戒的 这个迎接着圣诞戒的期间呢 我们也要 知道呢 我们真正庆祝的是 就是耶稣基督 将士 而诞生 为人 为我们钉死十字架 好 那么在这个 降临戒里面呢 在这几个 还有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我们要讨论呢 关于这个 他的意义 OK 这个降临戒 这个圣诞戒的 这个 Advent的这个 意义 OK 所以我会在这个 几个福音书里面呢 跟你们分享 今天呢 我要特别跟你们分享的 就是在这个 约翰福音 我希望呢 今天你们能够领受 这个话 的时候呢 所以你们庆祝 圣诞节呢 会庆祝的更加有意义 Amen 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 第一章 第一到第五节 我可以叫做 读一下好吗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我很喜欢这一节 第五节 意思说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在英文圣经的翻译呢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黑暗呢 不能够胜过光 OK 就是说 黑暗呢 没有办法拦住 这个光的到来 OK 那个控制灯光 你可以将那个灯光 全部关掉一下好吗 全部关到暗暗 可以吗 管到暗暗 关到一点光都没有 可以吗 一点光都没有 啊 啊 关到完 OK 现在 开那个光呢 现在比较暗了 对吗 那个灯光开一下 开那个灯 黑暗 黑暗还能够站住吗 开得完 开得完 全部开得完 开得完 你看 黑暗能够阻止这个光吗 没有办法 所以刚才这一节呢 的意思就是说 光照在黑暗里 就是黑暗呢 就是不能够胜过这个光 OK 让我们来祷告啊 天父上帝 今天我祷告 主祢的圣灵 来开启 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和耳朵 能够来领受 来明白 祷祢的话语 圣灵 你亲自的来浇灌在我们当中 给我们能够来领受 主耶稣基督 你的这个话语的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在这里呢 我要稍微跟你们分享 在马来西亚 我们一年到 一年到晚了 一月到十二月 我们的这个太阳的 这个阳光呢 都是差不多是 很平静的 OK 在纽西兰呢 一些北极跟南极的国家呢 他们的 这个阳光的 就不一样了 就分配的不一样了 以前我这一次在 在纽西兰的时候 冬天 一到的时候呢 哇 晚上盘晚四点半 太阳就下山了 他们那边的暗哦 跟我们这边的暗不一样的 真的是暗到你看不到东西的 很黑暗的就对了 OK 那么 早上呢 几点太阳才出来吗 差不多七八点太阳才出来 假如下一天 你就见不到太阳了 所以 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 国家的 的时候呢 冬天呢 哎呀 真的很辛苦 很黑暗的 OK 那么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 跟他们所读的圣经节呢 那个黑暗呢 是 一个比喻来的 OK 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啊 我 我问下你们啊 在当中啊 你们相信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啊 很 黑暗 我们现在讲的黑暗不是讲到 刚才我讲的那个黑暗哦 是什么样的黑暗呢 我讲呢 是 因作 罪恶 的黑暗 还有一些暴力 凶暴的 黑暗 还有一些 拜偶像 一些尊重的 这些 所有的这些的 种族主义的 这些的黑暗 OK 所以我们知道呢 我不需要讲的很多了 我们知道在外面呢 是很黑暗的 的世界 OK 所以耶稣所讲的呢 光照在黑暗里呢 黑暗 也就是讲到那个黑暗呢 就是 他所提到的 就是这种的黑暗 OK 所以黑暗的挑战呢 不只是 世界上 可以看到而已 这些 圣经 经文和降临界的挑战呢 是要 认清我们 什么 黑暗 心中的 黑暗 你看 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公家 那是 因为什么 因做罪恶的关系呢 所以呢 人变得很凶暴 你看那个 俄罗斯 这个 乌克兰 怎么又得罪他 为什么他去炸他呢 杀他呢 他那很可怜 为什么呢 问题就是 那个普丁 他的心 很黑暗 很凶暴 所以他杀人 见血 好像没事情这样的 这是人的心里的黑暗 那个是最可怕的 OK 所以今天我所要讲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的心里面的黑暗 OK 我们在这个降临界的里面呢 我告诉你呢 耶稣讲到他是光 OK 他是那世界的光 他照在这个黑暗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 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光 Amen 所以今天 我们必须要 面对啊 每个人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面对啊 有三种的黑暗 OK 第一种的黑暗呢 有那个 slide有吗 第一个的黑暗是什么 就是 情景的黑暗 第二个是航行的黑暗 第三个是 存在的黑暗 OK 我稍微跟你们解释了 这三种的黑暗 我们人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会面对的 OK 第一种的 首先 是 情绪的黑暗 是什么意思呢 情绪的黑暗 所以 情绪的黑暗呢 意思就是说 此刻 你 面对了一些困难 但是你没有得到那种的 哎呀 没有得到一种的安慰 你看不到 你想看到的那种的变化 结果 你出于一种 导致 某种黑暗的情况 你想知道 我正在经历的这场 危机 什么时候 才能结束 我不知道 我们一世人呢 都是会有面对这样的问题 OK 有时候你面对了 一样的问题 几时才完毕啊 好像那个 冠状病毒 你知道两年前的时候 当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以为最多 两个星期 对吗 两个星期 慢慢的 又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了 又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第一个是什么 这个什么 叫做 什么病毒 一开始是叫做 中国的武汉 武汉病毒 后来变变变变变变 变成Covid Covid慢慢变 Omicron Omicron又变成什么 Cron 我都不知道 现在 你看 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两年 哇 几时没完没了 打了一针 又打了一针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 哎呦 我们所面对的 这种 有一些人讲 你没有认识 耶稣基督的时候 的情况里面 你就是在这个 好像在黑暗的里面 好像 这种情况 这种几时能够解解 我面对的这个问题 什么能够解解 还有呢 我面对的这个情况 能够持续多久 或者你在想 在做到那边 今天 我还有希望吗 或者你面对了一些 情况 一些经济的问题 或者情绪上的问题 也许 你正在经历 一种的优励 也许 或者你在 等待医生的一些的报告 你一直在想 是坏的消息 还是好的消息 这个好像是黑暗的 也许 或者你经济 面对了困难 这个也是能够成为一个黑暗的 OK 并且知道 哎呀 我怎样去面对 刚才Arjoy讲了 他欠了 欠了那个物质的东西 真的好像是一个黑暗 30年 哎呦 我真的有没有钱 耶稣你会出卖我 OK 这个好像是一个人生的黑暗 当然是 也许呢 人际之间 有些关系的紧张 OK 或者呢 在一些 一种的情景性的黑暗呢 这不是我们经历 唯一的黑暗 还有另外一个黑暗 刚才我讲了三种 第二种的呢 另一种的是什么黑暗 就是导航的黑暗 什么叫做导航的黑暗呢 导航的黑暗呢 就是 意思暂时 没有方向 我不知道 做什么 人家决定 有吗 好像你在 一个十字路口那边 有人经过 这样十字路 OK 我要选择什么 或者在此刻 我在选择要什么 我要做些什么 OK 或者你在思考 你的职业 生涯 你的工作 你想知道 我下一步是什么 有没有 假如有你好像在 你不知道 该走那条路 你想知道 到底神是否与我同在 有吗 当你有时面对 面对风浪的时候 你觉得 神的你在哪里 好像那个耶稣的 十个门徒 当风浪来的时候 耶稣从海上走的时候 那个船要沉了 他忘记了 耶稣在船里面 睡觉 我们有很多时候 也是会这样 当我们遇到了风浪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去方向了 OK 你想知道 是否会向你 解释清楚 在你内心深处 体验到的 优惑 困惑 在这个黑暗镜中 你会感觉到 恐惧 这是当然的 假如你讲没有 是骗人的 焦力 担忧 在黑暗的导航中 你会感到困 祸和困乱 这是第二个导航的 就是你不知道方向 第三个 这个黑暗 是就是 存在的黑暗 我们所有人都会在 某一个时候呢 经历到那 存在的黑暗 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觉得 未来 没有希望的时候 我们无法想象 会发生什么好事 我们努力 解解诸如 我会永远快乐吗 有吗 你们有问这样的问题吗 假如有这样的问题 你就是好像存在的 神是美好的吗 有没有问这个问题 你冰对了 这困难 神是美好的吗 神是否存在 有没有问这个问题 真的有问题 或许呢 有些人说 我感到存在这种 存在的黑暗呢 神可以信任 OK 今天呢 有可能 你处于在这三种情况之中 OK 在这个黑暗情景 阶段 或 导航 黑暗阶段 或存在 黑暗的阶段 今天呢 这个降临界呢 要带来给你好消息 Amen 所以我们庆祝圣诞界 我们不要庆祝个蒙茶茶的 只是分礼物 OK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讲 这个好消息 感到我们所度的圣经节 OK 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 作为神的儿女 即使 在黑暗中 我们也可以生活在 极大的盼望中 听好 不是说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不会面对这些问题 刚刚所讲的问题 假如我是跟你讲 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是跟你讲偏话 因为神的话语呢 等一下我告诉你 这个黑暗呢 当耶稣 2000年来的时候 他带这个光来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周围 这个黑暗还是存在 OK 明白吗 因为罪还有在这个世界 有罪的在这个世界呢 就是有黑暗的地方 明白吗 假如你讲你信了耶稣 你就不会面对黑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 你还活在这 除非你上了再住在天堂 OK 所以我们还会在这个黑暗当中 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 耶和福音 第一章中呢 第一节呢 我们 跟这个 创世纪呢 的圣经里面呢 的 连接关系 很有关系的 OK 刚才我们讲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OK 在这个 创世纪呢 第一章 第三节呢 起初神 创造 什么 天地 第一是什么 空西 空顿 湮面 黑暗 神的灵 什么 隐形 在水面 神说 要 有 光 就 有 光 刚才我们所读的 耶稣说 他说 这光来的时候呢 黑暗 必不能够生过 呀 OK 刚才我们所 读的这个 创世纪 第一章那里呢 不是一种 科学的解释 创世纪中的 这个 创造世界的故事呢 并不是要介绍 科学 创世纪中的 创世纪中的 创造故事是 为了要建立一个 非常简单的 神学真理 而真理是 刚才我们所读的 每当神 说话时 没有什么 能阻止神 Amen 你们好像不太相信这样 你们相信吗 相信说一个大大的Amen Amen 哈利路亚 神说他有光 出现 他不需要 先BRU15先 投票 看谁赢了 我猜 或者是呢 要经过几个人同意了 OK 或者经过 要思考 神师怎样 研究一下 这个可以吗 没有啊 神他讲话 光 不要光 光就来了 Amen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 神的话呢 每出一句话呢 他的话是 是真实的 而且呢 能够实现的 Amen 今天我跟你分享 这个信息呢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要把神的话 这边进这边出罢了 我们真正的 OK 来领受 诶 主啊 我是要明白 主啊 你的真理 你所说出的 必须要成就 我要坚持的 站在你的真理里面 神你说出的话 命令就命令 要成就就成就 我们必须要站在神的话里面 Amen 所以在这个约翰 福音第一章 说什么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 神 Amen OK 耶和人让我们知道 创世几何 耶稣呢 这个人之间是什么 有关系的 Amen 太初有道 OK 我让 他让我们知道呢 我们今天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应做什么 应做基督所做的一切 耶稣将这一切 结合在一起 Amen 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呢 我们看到 耶稣不只是一个人 不只是一个拉比 或者是一个老师 或者是一个普通的先知 或者是他是一个好人 我们可以在这个 一切 刚才我们上 可以看到那个三个神学的道理 刚才我们讲说 太初 有道 什么意思呢 意思呢 就是耶稣讲他是自由的 他就是在最先 他就已经存在的 Amen 是没有人造他的 太初有道 就是耶稣就已经 去应有了 道 与神同在 这个道就是讲到耶稣了 我们了解到呢 耶稣 与父呢 是 一体的 没有说分开的 在这些圣经里面 我看到 道 与神同在 这个道呢 就是讲到耶稣 跟父神呢 是在一起的 所以天父和儿子呢 是合而为意的 道 就是 神 我们了解呢 耶稣呢 是 拥有的 他就是自由 拥有的 从 他从来没有 突然出现 出现时刻 哦 突然间耶稣变出来 没有 他在还没有 创造 你这种弯物之间 他已经 有了 他就是 自由 拥有的 Amen 永不改变的 你要信这样的神 Amen 所以今天我们 所信的耶稣 就是这样的神 Amen 不要想到懵叉叉 所以我们来庆祝 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明白呢 就是因着耶稣的 缘故 OK 所以在这个尼西亚信经呢 这个是 早期教会的信徒 那就是他们的信仰的 最基本的根基 OK 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好吗 OK 一二三 我信 独一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 和有形 无形 万物的主 我信 独一 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在万世以前 为父所生 出于神 而为神 出于光 而为光 出于真神 而为真神 渍生 而非 被造 以父一己 万物 都是 结着 他造的 Amen 好不好我们每个人 讲这个背起来 这是我们信仰 耶稣 基督 的 根基 This is the foundation 就是我们 其物质的 这个 打那个地基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 根基 你们相信吗 Amen 假如相信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领圣禅 耶和 一开始呢 就让我们知道 耶稣 是谁 在这经文之后呢 他以我们在创世纪 看到的像是 看第二节 第二节 耶和福音 第一章第二节 不是耶和福音 这个就是创世纪 第一章第二节 对不起 地是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OK 那个地上是空虚混沌 空虚混沌呢 这个希伯来文 原文的词 叫做 豆腐 哇哦 不是豆腐啊 这个希腊文 豆腐 哇哦 是什么意思呢 OK 它的意思就是 无法居住的困乱和空虚的意思 无法居住和困乱和空虚 想好啊 当上帝还没有创造天 第一万物 这个地就这样 是一个困乱和空虚的一个环境 这是神对世界说话之前 还没有说有光正 说话之前 请好好啊 创造之前的困乱 今天我不知道当你听了这些信息的时候 你觉得感受怎样 有可能你的生命呢 就好像呢 空虚 困顿 是 烟面 黑暗那样 但是 神说 有光 就有刺激了 今天我们信的神 就是那一位这样的神 不管你所面对的是怎样的 黑暗的情况 今天 我希望这句神的话能够给你鼓励 这不是单单我讲的 在创世纪的开篇 我们看到的困难 在耶翰福音的开篇呢 耶翰向我们展示的这个世界 仍然存在这个黑暗的问题 刚才我讲了 什么原因 就是因作罪的问题 带来了黑暗 就不是说 因作耶稣 2000年来的之后 黑暗完全出去了 除非 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信耶稣 耶稣的光在他们生命里 没有罪了 就没有黑暗了 但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神给我们的是自由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华文有一句诚语 讲话 中淫灭耳 就是好的我们不要相信 不好的我们便要去接受 所以我们知道呢 我们人就是有那种的软弱 那种罪恶的软弱 我们明知道好的 不要去做 不好的我们便要去行 就是因作罪的那个问题 所以存在这个黑暗 所以我们是没有 靠着自己的力量呢 我们是没有 摆脱这个黑暗 我可以跟你肯定的 一百八十 你靠着你的人力 你的势力极大 都没有 斑化的 摆脱这个黑暗 只有一个方法 刚才我所读的圣经 耶稣就是那光 光照在你生命中 才能够摆脱那个黑暗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 新闻 每一天的 你现在看 真的有时候我都不敢看 他那那个罪恶真的 真的是在太离谱了 我们知道呢 就是因作人的罪恶 已经到了这个祭典了 我们现在所唯一需要的 就是 这个主耶稣的真光 我们面前 有很多的黑暗 我们的周围 也有很多的黑暗 我们的内心 也有很多的黑暗 经济困难 没有就业车向的人 也是一个黑暗 对他 一个家庭 因所爱的家庭成员 有犯精神 疾病 或者一些问题 这个也是成为他们的 生命中的黑暗 你是否跋脱 或者 是否有人 面对了这个 有力症的黑暗 COVID 流感的黑暗 这个仇视 特别在马来西 这个政治 的黑暗 还有一些 种族主义的 这些黑暗 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 在我们的四周围 OK 所以很多这些的黑暗 我们还有我们心里的黑暗 OK 我还有我们自己 扭气 的 遗忘的黑暗 还有我们的 愤怒 和发怒的黑暗 我们 感到的空隙 以及我们一切 坏习惯 成瘾 捆绑的 为了要掩盖黑暗的事 OK 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这个 降临期 这个圣诞节 的这个期间 提醒我们 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世界 都是被这个 黑暗的力量 所淹没 如果这是 就是 这就是一切 这将令人 住上的 但降临节 是现实的 OK 降临节 不会 欺散黑暗 降临节 也不会 以黑暗结束 降临节 提醒我们 是的 托是 黑暗的 但 这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记号 但 关在 黑暗 中 闪耀 刚才你看到 这个灯光一关掉 就很黑暗 当一光一来的时候 黑暗就不见了 OK 无论 天有多黑 黑暗 都 无法 战胜 光 Amen 弟兄姐妹 将 这两节经节 跟他背起来 很短的 一按复音 第一章 第四 第五 节 OK 我们可以 一起来念好吗 这个slide 有 有吗 有这个 OK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OK 一二三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 就是 人的光 光在 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OK 你假如看英文圣经呢 And the darkness has not overcome it 跟他背起来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 却不能够胜过 在这个英文呢 也是 It's not overcome 那个却不能够接受 的意思就是说 黑暗不能够胜过 Amen 当你有面对什么黑暗 我告诉你 这个是好消息来的 OK 我们可以再看 这个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这个耶和福音 我们回到耶和福音 第一章 第一跟第二三节 OK 光旺路是借着 他造的 第三节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听到好啊 万物 是借着他 就是因着耶稣 而造的 没有一样 听到好啊 不是借着 主耶稣而造的 所以弟兄姐妹 主耶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在第四节 他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 就是人的光 刚才我讲了 当我们接受 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 就是那个光呢 就会来到我的生命里面 OK 英文 他们的解释 他们的翻译呢 是有 Bas 10 Present 10 Future 10 就是说 过去词 现在词 跟未来词 他们有分别了 OK 所以在这个 三界 五界的圣经界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头三界的圣经界里面 所讲的 都是 讲到 过去词 但是呢 光在 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约翰写的 就在 前三界 讲到 过去词 但当他写到 第五界的时候呢 他从过去词 转到什么 现在词 也讲到 不只是现在 也就是讲到 永恒的 就是在这个 第五界的圣经 第五界的圣经里面呢 不是讲到 Bas 10 不是讲过去的 词啊 是讲到 现在和将来的 Continuous 哇 意思呢 就是呢 这个光呢 不是单单 在2000年就发生了 在我们 现今 以后 继续要发生了 OK 他这个光呢 是要一直照着 存在的 OK 这个黑暗呢 没有办法 消灭的 所以耶稣基督 带来的光呢 是世界 所需要的 Amen 弟兄姐妹 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是活在一个 最 紧急的 这个 时代里面 你知道吗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告诉你 现在的 我们看到 社会的环境 是越来越黑暗的 但是 我们有主耶稣的光 弟兄姐妹 所以你跟旁边 走遇着信耶稣的 弟兄姐妹 你有主耶稣的光 在里面 知道吗 我们要活出 那个光的生命 Amen 我们的光呢 若没有神 就没有力量 假如我们有主 所以耶稣讲说 你离掉我 你不能够说 做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们要更加的 跟主的 亲密的关系 Amen 不可以把耶稣当作是 哎呀 阴仇阴仇这样 不可以啊 我们要跟耶稣 真正的 那个 真正的关系 Amen 我们知道 靠着自己的力量 现在世界的 什么科学进步 都没有办法 跟这个世界 主耶稣的力量 来比较 问题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很黑暗 问题呢 是 我们是否 向那道光 敞开 我们的心肺 是否 我们知道黑暗 是否 我们问这个问题 向神的光 敞开自己 是什么意思 OK 将我们生命 与基督的光 结合 是什么意思 活在光明中 不活在黑暗中 是什么意思 我谢谢你 问这个问题 我很感谢你们 问这个问题 你们没有问 有吗 有问吗 没有 但是我还是要 跟你讲这个 OK 我们必须 第一 我们要胜过这个黑暗 刚才我所问的 这几个问题 我们要怎样敞开 我们的心窍 让这个光 那么向神敞开 这个光的意思 和基督的光 结合 什么意思 还有呢 在这个 或在光明中 什么意思 OK 有三点 OK 我要跟你们分享 第一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内在的黑暗 你知道 神知道 有可能别人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 我们不要代假面积 我们要很坦诚的 假如我们生命 有什么黑暗的地方 坦白跟神承认 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约翰 一书告诉我 他说 神是信誓的 假如我们承认 我们的罪 我们的过犯 神是信誓的 他必要用他的保险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易 所以在真言也告诉我 他说 那隐藏的罪的人呢 必不得到祝福 你在骗你自己 OK 我们不要再骗自己 当我们 也敞开 我们在神的面前 告诉他 我们生命的软弱的地方 主啊 你帮助我 主啊 我得罪你在这个地方 主啊 我讲话 我太充满 我讲话 有批评人 在我心中 有憎恨 还不饶恕人 我很容易发脾气 对人没有那个耐心 主啊 赦免我的软弱 因为保罗讲到 在我们什么时候 软弱的时候呢 神的刚强 祂圣灵就要来刚强我们 所以我夸耀我的软弱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不要隐藏 我们内心的黑暗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在神呢 坦白的讲 OK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 降临界 就是说 我们要让这个光呢 照在我们的生命里 就是我们要承认 我们的黑暗 当你越承认 你的软弱的时候 神就要越释放你 你越隐藏 不要给人家知道 你就要越长的 所以你看 我们马来西 有一些 那个贪污的事 越要隐藏什么 就越多会跑出来 对吗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要隐藏 我们要坦白的 Amen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内心的黑暗 刚才我们所问的几个问题 你要主的光 你必须要承认 OK 第二呢 我们 我们也要成为那些属黑暗之人的光明之言 Amen 刚才我讲了 你假如接受耶稣基督 你有主的光 让主的光成为别人的祝福 假如在你的工作场所 或者你的左右灵机 或者在某某的情况 我看你最近好像不一样 以前我看你好像很优劣 但是现在很喜乐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很喜欢跟你交谈 那就是主的光有在你的生命 他看你好像不一样 你跟别人不一样 每个人都是愁眉苦脸的 但是你好像很喜乐的 你很慷慨的 很有那种 要帮助别人的那种心的 那种心态 人会看得到的 有光一定看得到的 OK 明白吗 只要人家还没有看到 你就要检查了 到底我生命中有什么黑暗的地方 主啊给我审查到快快的 承认我的过犯 Amen OK 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知道呢 这个视作为呢 我告诉你 每天你看新闻 真的 很多这些 这些很伤心的事情发生 特别在我们马来西亚 OK 所以假如我们有这个世界的光呢 就是我们被呼召呢 要去认识到有 这么多人正在经历黑暗的痛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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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图就是 布拉图 布拉图就是 他有讲一句 一句这个名言 就是说 当善良 因为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在面对一场更艰难的战斗 很多时候我们看外表 有可能看他 好像 OK啊 当时他有可能他面对了一些问题 在英文就叫 Be kind For everyone you meet is fighting a harder battle 就是有很多时候呢 他们当他面对了这些苦难的时候呢 他没有跟人家讲的 他藏在心里面 OK 我们不知道 所以当时 是有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要有那种 良善的心 也知道 有可能这个人 有可能有问题 为什么这辆车 他一直跟着我 这样进 为什么他讲话 这样出 为什么他一直 跟我 作对 他说我们必须 有可能 这个人 他面对了一些问题 有可能 他的 丈夫 欺骗了他 有可能 他的孩子 有可能车祸死了 有可能他刚 工作 被 那个工作 他被 射弃了 那个工作 有可能 他从那个 医生得了一个 不好的报告 有可能 他被他的家里的人 欺负 我们不知道 OK 但是呢 假如我们有那种 这样的心态 看人 我们就会 理免他 我们就会有一种 善良的心 灵敏 Amen 好不好 我们能够活着 这样的生活 OK 所以当我们有 这样的生命的时候 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就会 对人有那种的 怜悯 怜悯的心 有那种 耐心 或者爱心 Amen 所以在这个降临 戒的 期间里面 让我们培养 那个良善 OK 温柔 和恩典 的机会 好不好 丈夫跟太太讲这句话 好吗 我要培养良善 培养温柔 和恩典的机会 跟你太太讲 看她的脸 好吗 看完笑 OK 讲得出吗 或者是要太太跟丈夫这样 我不知道 OK 希望我们在这个 庆祝 这个圣诞的 期间里面 我们真的 我们不知道 他们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OK 有可能他们对了真的 很多的困难 我们不明白 不了解 我在前几天看一个新闻 一个37岁的 人好好的 就这样的 开了汽车 将那个汽车的 引进的那个气 放进她的汽车里面 开着 就这样 吸那个二氧化碳 就这样的死在里面 自杀 我读了她心 很伤心 哎哟 主啊 叫我人 甚至她 能够跟她讲 这主 你的爱 你的盼望 有可能她不会自杀 能够成为这样的祝福吗 弟兄姐妹 祷告 让我们成为 这个 别人的祝福好不好 第三个 我们 不要害怕黑暗 不要害怕 刚才我讲了 我们生命中 都会有这样的黑暗来的 OK 刚才我讲了 无论你面对的是 情景的黑暗 不知道什么 几时接触 航海的 导航的 存在的黑暗 不知道 你的目标在哪里 或者 现在你所面对的 这个 是到底 主啊 你又没有在我当中 是否你与我同在 不管是怎样的黑暗 我们都是要 知道 神在黑暗中 做最好的工作 而且呢 我们才能在黑暗中 遇见 遇见神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这黑暗里面呢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在黑暗的当中 遇到神 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个 《冲事集》 第一章 第一节 神创造 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不是 美好的世界 他创造出来 是黑暗的 空心困顿的 没有赤系的 没有人能够住的 要有光 就有光 所以弟兄姐妹 不管你的生活的情况 是在怎样的黑暗当中 有可能神要在你 这个黑暗当中 来见到他 Amen 出埃及记 第20章 第20节 出埃及记 第20章 第20节 摩西呢 他在神上的时候 阿随你可以读一下 好不好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什么意思啊 神讲到 不要去怕黑暗啊 什么原因呢 在这个黑暗里面 有可能经验 这个试验 神的同在 在这个黑暗的时候 我跟他很奇怪的 我们认识很多时候 在这个宿舍的景况里面 而且远离神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在避泊 在困苦当中 人更加的 请进神 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 有时候 有一些黑暗的事情 发生呢 我们知道 主啊 你还是与我同在 所以神告诉 就是摩西说 不要惧怕 当这些黑暗来的时候呢 是要给你能够来 敬畏他 不知 什么 犯罪 21节 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 摩西就哀尽神 所在的幽暗之中 蛤 你做这些事情 没有搞错啊 摩西 在神同在的地方 黑暗哦 幽暗啊 今天呢 我要跟你们解释 这个幽暗的地方 不是在撒旦的同在 也是神的同 是在跟神的同在 你明白吗 不是魔鬼撒旦的同在 是在神的同在里 什么意思 OK 诗篇 139篇 第12节 跟他背起来 这些神经节 诗篇 139篇 第12节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暗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在你看 都是一样 黑暗和光明在你看 什么 都是一样 弟兄姐妹 讲这些神经节 跟他背起来 不是讲 黑暗神没有在的 当你面对黑暗的时候 不是说神一定很远 没有 神还是与你同在 因为黑暗跟光呢 对他没有什么分别的 这不是我讲的 神的话 在你看 都是一样 感谢赞美主 我们给耶稣一个热烈赏赞 好吗 Amen 所以我跟你们讲 我们信耶稣的人真是讲不了 不是说在黑暗的时候 主不在我们当中了 弟兄姐妹 在你黑暗的当中呢 更要 行求神 祂在你 要在你的生命中呢 做一个转变 走进黑暗的境界中呢 神就在那个地方 等待着改变你 Amen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知道呢 神的应息呢 祂就是我们在黑暗的时刻呢 祂将拥有你 祂与你同在 所以在这个 这个 以赛亚书那里的一言讲说 以马内利 就是讲到耶稣 以马内利意思是什么 God with us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Amen 所以不管在怎样的时刻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要抓住这个应息 虽然有可能你看到 不知道前面的道路 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结束 不知道 这个会待留多久 这个黑暗 但是 跟主讲 主啊 我知道你与我同在 你帮助我 我知道 你会带领我 度过这个时音的优故 Amen 所以呢 当这个黑暗时刻来临 每当我们看到亚伯和黑暗的 这个时刻呢 让我们来思考 我们当我们庆祝这圣诞节 耶稣在两千年前 他来到这世界上 他带来了这个光 到这个世界 给我们相信他的人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降临 界的这个时期里 我们庆祝呢 来提醒我们 就是说 我们所面对呢 在这个世界上 所面对的 还没有结束 我们等着耶稣 第二次的再来 Amen 因为 我们知道呢 主 祂 地 快 再来 很快的了 在这个 格林多前书 16章 22节 那里讲了 保罗讲的 他说 上帝 显现 主 必要来 主啊 你在黑暗中 主我们不怕 因为黑暗 跟光明在你 都是一样的 主啊 你是我的避难所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随时的帮助 你是我的 我的 我的 保护 Amen 好不好 我们站立起来 我们拿着我们手上的这个饼跟杯 我们来 度这个尼西亚 这个信经 刚才 我们所度的 当我们还没吃之前 让我们来先告 好不好 我们先告 我们所相信的 这位主呢 是怎样的神 好不好 Amen 所以当我们吃了 假如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主呢 更加的了解呢 我们就会 更加的 来与他的关系 更加的 亲密 Amen 我们一起来度好吗 你们都 开了吗 开到了吗 OK 拿着饼 拿着杯 拿着高高的 OK 我们来先告好吗 123 我信 独一 上帝 全能 的父 创造 天地 和有形 无形 万物 的主 我信 独一 主耶稣 基督 上帝的 独生子 在万世 以前 为父 所生 出于神 而为神 出于光 而为光 出于真神 而为真神 独生 而 造 以父 一体 贩物 都是 借着 他 造的 Amen Hallelujah 主耶稣 我祷告 你祝福 我们这手上 所拿的 这个饼 跟着杯 主耶稣 今天 我们相信 你是我们 独一的 真神 你是 自有 拥有的 永不改变的 主 今天 主我们 领着圣禅 是为要 纪念你 纪念 主耶稣 你的爱 为我们 世人 定是十字架 主啊 当我们吃 喝 这个饼 的时候 跟喝 这个杯 的时候 愿主 你的爱 你的 这个 恩典 你的慈爱 你的礼勉 你的 世面 留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 让 主 你的光 从我们的 生命中 彰显出来 使我们 能够成为 主 你的光 成为 你的见证 影响 很多 那在黑暗里的人 看见这光 成为 主 你的祝福 我们将的 祷告 奉告 耶稣的名 阿们 玩事情的好不好 来 我们唱那首 刚才那首 敬拜的歌 哈利路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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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每个弟兄姐妹 主 有面对了 一些的黑暗 但是 主 我们知道 你是 在光 让主 你的光 照在我们 生命中的 那个黑暗 主 你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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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你要赐 给我们 喜乐 今天晚上 主 我祷告 让你的光 浇灌 在每个弟兄姐妹 的身上 不管他们 在怎样的 黑暗的情况 当中 你与他们 同在 你要带领 他们走出 这个黑暗 谢谢你 耶稣 赐给我们 力量 我们不靠 自己 主耶稣 你知道我们 力量 你我们 不能够 做什么 我们靠着 主 你所赐 给我们的 力量 当我们 软弱 你刚 强我们 主 我们有 得罪 你的地方 你饶恕我们 刚强我们 兴起我们 起来 使我们 成为主 你的光 成为主 你的见证 能够 使到很多人 的祝福 得到祝福 主我们知道 在这个 四座位里面 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 活在黑暗里面 主啊 愿我们的生命的光 能够照在 他们的身上 赐给他们 有着 盼望 感谢你 赞美主 从今天开始 使用你的恩高 能力 流露在我们的生命 主 我们不是为 自己而活 我们是 为主 你而活 主 我们活着 现在活着 不是我 乃是 主耶稣 在我们里面 活着 谢谢你 耶稣 谢谢你 耶稣 阿里路亚 让主的爱 流露在我们 每个人 神 我感受到 神的爱 在我们当中 祂要流露 祂要医治你 我知道有些人 你面对了黑暗 面对了伤痛 面对了季节 面对了悲伤 面对了忧虑 面对了激发 主耶稣 今天要平安 祂喜乐要流露 让祂医治你 让主的爱 给你盼望 有可能你觉得 已经还没有盼望了 耶稣是你的盼望 祂没有离弃过你 祂是你的盼望 让我们好好的珍惜 站在主的应息当中 不要放弃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耶稣是你 给了我自由 你却想为我珍贴 在你眼里 我感到温和 有没有爱 你却想为我泪流 耶稣你是我一生最糟 我已选择 跟随不会走 在你爱里 我没有悔就 你舍别我醉 是我完全的自由 我们再唱一遍 好吧 耶稣是你 给了我自由 你有宝泉 成为我拯救 在你眼里 我感到温柔 有你安慰 陪着我泪流 耶稣你是我一生最糟 我已选择 跟随不会走 我选择 在你爱里 我没有悔就 你舍别我醉 是我完全的自由 耶稣是你 给了我自由 你流泡雪 成为我拯救 好不好 你祷告的心来唱 好吗 在你眼里 我感到温柔 有你安慰 陪着我泪流 耶稣你是我一生最糟 我已选择 跟随不会走 在你爱里 我没有悔就 你舍别我醉 你舍别我醉 是我完全的自由 哈利路亚 感谢你 主 主 我们谢谢你 主 我们 写着 这一生 我们要跟随你 我们要 爱你 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在你的里面 我们不再有被定罪 不再有愧疚 我们的 完全的自由 因为我们的罪 蒙住你的血 洗得干干净净 白露血 主 我们 心中 充满着感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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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我感受到神要做一些意志 心灵 破坏 伤害的意志 当初来 现在祂的爱来 一直 耶稣 与你同在 祂知道 祂明白 你所面对的 祂与你同在 哈利路亚 主 我们知道 再能不能够 在住你 凡事都能 我们知道 你爱我们 为我们 被人等你死 主讲 今天晚上主 我祷告 以用你的大爱流露 以此 我奉耶稣的名字 那些心灵 又受伤害 受破坠的 愿祝你的爱 现在又流露 在他们 在生命中的黑暗当中 愿祝你的光 现在 释放他们之后 不叫我们 活在黑暗里面 但我们 活在 主你的光 当中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我赞美你耶稣 我赞美你耶稣 哈利路亚 我祷告 愿主耶稣 你的慈爱 圣灵 你给我们的力量 天赋你的 恩池里面 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知道 主耶稣 你再来 谢谢耶稣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给耶稣 跟这个张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